大家好,我是 iShape 的共同创辦人跟營運長 我是 Benjamin,大家叫我 Ben 就可以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iShape 但其實我沒有打算要跟大家講 iShape 的事情 iShape 我們做的是在用 iPad 上面做的一個餐飲的 Pose 系統 就是你們去餐廳看到他們會對一個東西去點餐,然後廚房可以出單,然後可以接上各的東西 那我們把它全部都做在 iPad 上面 那我們做了這個東西之後呢,在去年 2013 年我們拿到這個數位時代台灣當年的新創的第一名 那我們又去參加,就是在昨天我的兩個 partner 飛去東京 去參加這個日本的一樣是這種國際級,在去我們的一個比賽 那我們去選擇去日本參加,那我們也拿到日本的第一名 那我們六月要去新加坡比賽 對,那這個是 iShape 那我為什麼沒有想要跟你們談 iShape 是因為今天我剛來的時候 大概問我一件事情,問我說我在做什麼,那我要分享什麼 那我就想說因為大家年紀是還在念書嘛 那我就回想到我還在念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現在所有接觸的東西都不存在 我在念大學的時候是 2001 年到 2005 年 那我就講 2004 年好了 2004 年根本就沒有什麼 iPhone 沒有什麼 iPad 然後甚至連 Facebook 也才剛創立 所以我現在跟你談,可能說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對你們來講是,一點力力都沒有 因為等到你們有那個能力,除了社會開始要面對的環境的時候 是截然不同的,一定是截然不同的 因為所有的科技的進步 我在 2004 年的時候,我根本也沒有辦法去想像 現在大家人手一支 smartphone 它可以上嗎 或者 Facebook 還可以打電動,還可以幹嘛 所以今天我在這邊,其實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較基礎的一些問題 那我覺得這些問題,在我今年三十歲,它其實很影響我們一生 就是可能從,因為我可能很少一開始去思考這些問題 那首先第一個是,我想先調查一下 在座的各位,包括像講者一樣可以給大家參與一些討論 第一個是,你們有想過你三十歲,或者是你十年後 你的人生是什麼樣子嗎? 丟著舉手嗎? 好,那我覺得今天的數值真的蠻高的 我所有遇到,我去跟,如果年輕人,比如說大學學弟妹啊 或者微軟的學弟妹有關講什麼 都沒有這麼高 第二個問題是,在剛剛舉手的這些人 是你想要創立一般事業的路程 那,那個 波特介,你剛剛自我介紹的時候,你說你想創業嗎? 你想創什麼? 我想要把軟體跟文化創業的路程 因為我覺得 在區域 對 我會區域吧 就是我最近看到一家,我還蠻喜歡的文化創業 新創業的文化創業 然後,他在把這些設計都共同分 然後,他還有設計很多有趣的活動 讓不同的評者 可能有些評者喜歡這個區域 我知道,實驗的問題就不要打換了 然後,還有沒有誰是 剛剛想創業的 你想破 可是我剛剛問的是,你已經很清楚你想要創什麼 OK 那,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跟我大學的同學 我們在那個時候 我們在,我念中心大學 我們在台中的書冊裡面 我們兩個想看冰店 看刷冰店 就是,我們想要那時候 我們說,不是博士是賣雞排的嗎? 然後,但是 但是,一般人想要怎麼刷? 就是,身為一個商學院的學生 我們就認真去思考 你要怎麼賣刷冰 可以賣到,我可以獲利 那,這是一個 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的人 你對未來人生的想像 你可能只是說,好,我10天後來變成這樣子 然後就看你,接受 可是,你變成那個樣子 的那個狀態 你有沒有去掌握說 我從現在到那要做什麼 那,我自己的故事是 我大學畢業 我大四的時候在微軟實習 就是,那時候是微軟第一屆的計劃 也是為什麼今天會做在這裡 那,我在那一年 我在微軟實習 然後,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去香港 去澳門的一個銀行 也是做實習的工作 那,我在香港的澳門的時候 我 當然這個問題,我問了我自己很多次 包括為什麼 我在選系的時候 我在 選擇工作的時候 我要選擇 我要不離開上工作 做下一個工作 然後重演這些活動的工作 可是,在一個不是台灣的環境裡面 然後你可能是一屹地 我認真的思考 那個時候其實我只有想要做一件事 我希望在30歲 我30歲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 玩意子 我希望帶一群團隊 然後,在這群團隊裡面 我可以去 發揮我認為 我的獎勵 然後,帶他們做到一個事情 這是很簡單的 那,我在22歲的時候 下了這個決定之後 我開始在後續的所有人 人生選擇上 其實,多半都跟這個有關 就是,我想做官子 那,剛剛有舉手的這些 就是,你可能你有30歲的 夢想 那我也建議你們 回去,開局思考 就是說,你想30歲 你想變成這樣子的人 假設他就是你一個人生的矛點 就說,你的話 你就爬,定在那裡 那,從那個矛點回來 看的時候 你現在要做的哪一些事情 跟,另外一個事情是 你可能還要更認識的 問自己說 那個人,那樣的生活 是不是你想要的 不要騙自己 就是,每個人都想做 這個 沙浩 那個工作 不可能 那,你是不是真的認識 不一定 好,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呃 我想 問問在座的各位 就是,你們有沒有 人生的一些 呃 信念跟原則是絕對不會被侵犯的? 有 有 好,你還是怎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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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你有什麼原則? 就是 我這一條是絕對不允許改變的? 就是 就是 不要 做 可是我 不會被兩心 然後這兩心是很具體的 譬如說 譬如說我跟政治有點接觸 可是如果當天有一個下人物 因為我跟他很熟 然後他很炒地底 然後說要投一兩萬 我覺得那都是我不能做的 就類似這些事情 好 OK,還有這個 你的是什麼絕對不允許? 呃 不要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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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做任何決定 或是下任何決定 我去做 我運動下就決定 所以我不會後悔 好 那 呃 大家一定會 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問這個 那我覺得 我想 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個人生課題是說 呃 你的價值觀 你的價值體系在哪裡? 像 我自己 就是 我的價值觀 跟這個 呃 胡同學 跟 聽說 跟聽說 差不多 那 我的 最重要的 第一個價值是 我希望我是一個誠信 就是 為什麼我會體驗到這件事情 非常重要 是因為 我 立業之後 實習之後 我在 旁邊超商工作了兩年 後來我去大陸 我在大陸工作一年半的時候 尤其在中國大陸裡面 呃 現在中國大陸的一個環境 其實 滿 當然機會很多 但同時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的人心 跟大家的那個 呃 商業環境適合於火炸 那 我在大陸的時候遇到兩個case 可以跟大陸工作 第一個case 是 我們自己家的公司 要不要繳稅 就是 這個是很多台商在大陸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大家 台商在大陸不太想繳稅 就是因為你繳稅 你的錢就少賺了 可是你不繳稅 你有什麼辦法 稅務員會來查 這時候他第二件事情是做的事情 就是他會去匯過那個職業 那 呃 一直以來 我們家的公司都是這樣做的 那 這件事情我在 呃 到大陸的時候 我對於他們做一個很深很深的整個起點 因為我認為 呃 你做的這件事情 就代表你一輩子 不是一輩子 是公司的一輩子 就要持續的去cover這個 這個不誠實的東西 你花的成分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你 你今天他的公元 他可能會深的 可能會新的 他會告訴別的人 所以你要 一直為了你一開始的不誠心 一直去投入更多的事 那 那 當下 他也沒有辦法 就是去 不做這件事 但是後來總是 就被查了 被查 也還是受到一個很大的 呃 數以百萬幾人民幣的屬失 那 為什麼呢 不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誠實 那一開始就誠實的時候 你可能 你的企業經營上 會有很多的 額外的負擔 你可能會少賺五萬 少賺十萬人 那你想說 我為了我五萬好 我花五千塊去買中華院給那些官員 他就不會 算了這五萬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五年後你要付幾百萬 五百萬 一千萬 因為他全不管少人 這是第一個 一層 第二個是 呃 我在大陸學到的第二個價值觀 是自立 那 為什麼自立呢 因為 呃 我在那時候在大陸工作的時候 也是一個人過去 那我在大陸 呃 這個可能 這是一個比較 不好的案子 大家不要去不去 就是 我在大陸認識一個 呃 很聰明很有能力的台灣人 他是一個台灣的上市公司 派過去的一個幹部 那他派過去的目的就是 他要在上海幫這個公司開市場 那 呃 我們到外面去 我們到中國大陸 總是會 呃 因為人都在外面 所以我們去參加一些不好的問題 我們去 去一些娛樂的場所 這可能正常啊 就是你們 但是 但是 anyway 呃 呃 自立 的意思是說 後來 這個人他把工作丟了 為什麼 因為他 承受不了寂寞 他有一天他去 呃 一個 有點類似 好性交易 他被公安抓了 直接關去十二天 你被 你一個台籍幹部突然消失了十二天 在一個 中國大陸的地方 上市公司上很緊張啊 你 你到底是怎麼不見了 整個失聯了 就像網行一樣 失聯不見了 然後後來才發現他 他做了這件事情 那 他做了這件事情 其實也沒有人強迫他做啊 他為什麼他自己做 他也很年輕 我們那個時候都才27 28歲 大家都有很好的 很好的 未來 他可能被派過去 他在上海給的薪水可能是 一兩百萬台幣這種 然後一瞬間他的工作就沒有了 他的錢 就被擺了 就是你不可能再繼續做這個工作 所以這讓我體驗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自己的價值觀就是 一我一定要成熟 我做任何的事 在我的工作上面要成熟 第二我要自律 就是當你現在 呃 人家開始你創辦一個 不管你們有沒有要創業 就是你們未來的事業一定會越來越好 你可能會當一個經理 你可能會當一個故障 你可能會當到副總 你可能會當總經理 你可能會當總經理 你可能會當副總 真的是總經理 每個人都來 欸 鼓盪耶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你有沒有辦法 各位可能在22歲23歲 都從來不會去思考這個問題 可是我 我是真的認為 就是 我今天要 就是作為一個 可能來跟大家分享這個 這個歷程 我覺得大家可能要開始去思考 什麼東西的價值觀 你可能必須要從 很久以前就開始這樣承 對 那我的 我的是這兩點 成績 跟自律 你千萬 就是 因為自律有時候 你不小心走偏 你可能 你的人生就會 晃 換一個大輪 跟你人家的夢想 完全的 好 第三個 呃 剛剛有很多人在談創業 然後很多人要談這個 夢想 那 呃 第三個是 我分享一下 我為什麼會創業 呃 我為什麼會創業 是因為我剛剛講到 我在中國大陸工作 我工作一年半之後 因為我想要 我剛剛講 30歲我想成為一個 管理人 那未來會想走 高級管理這條路 所以我就想想 呃 念MBA是必要的一件事情 我認為就是說 在那個 工作幾年之後 我想更 更精進我的一些 管理的know-how 還有的知識 那在大陸的環境裡面 還念英文 尤其是要念GMAT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打算做這件事情 那 做GMAT的需要 因為我在的城市 也不是 上海這個城市 齁 我們是在廣東的 呃 山頭 就是鄉下 那當然我待過上海 我也在中國大陸 很多地方 城市都旅行過 在那裡想想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 補習英文 所以我就 呃 跟 欸 去大陸是因為家裡的 我們私有 跟長輩討論 跟同事的老闆討論 我決定 休息 回來台灣 念MBA 專性準備念MBA 那我回來的時候呢 就是 呃 一邊準備念書 那一邊就是 呃 回到我之前的 工作的老闆 就是 呃 大家知道 國務建管那面電 馬聖堂 那我之前的老闆 後來出來 開了馬聖堂兩年電 那我想說 我又不是 一個禮拜七天 可以念七天書錄 我一個禮拜七天 我坐在書錄之前 能夠做五天 我今天有點不起 剩下兩天要幹嘛 那 呃 剛回來嘛 也沒有 沒有那麼多的餘臭 可以去什麼 派對什麼的 就是好 那我就去馬聖堂 打工好 一邊賺一點錢 一邊可以 就是疏解一下 你完全都在面臨 一些賺投書的 一個 一個牙 那我就去馬聖堂打工 那 馬聖堂打工之後 我老闆就說 好 你現在來這邊賺個款子 可以啦 可是 其實我是不太難進廚房 他覺得我在那邊實在有點定 然後 加上我 加上我以前的工作是做 比較像 經營分析 然後 做細工 他就說 那 你在那邊 這廚房那邊是多餘的人 你不如你幫我去管帳 然後去 管管公司的一些事務上 我就好 那我就做 然後做做做做做 做這種 從 去 去 2011的10月 一直做做做做到 七八月 考完是 一個還不錯的成績 然後寫推薦信 然後我要準備 要出國 那這個時候呢 我有一個 在中國大陸工作 認識的 很久我來找我 他說 欸Ben啊 我們現在有一個計劃 我一直 這個計劃推行很久 我想要來 找你 幫我做這個事情 我說你要做什麼 他說 呃 他們的公司 想要在日本 開一個分公司 那因為我日文 我日間二級 那 他說 你可以 講日文 你可以 也懂得business 所以你去幫我去 東京開分公司 我說 啊這麼突然 你為什麼會叫我去東京開分公司 然後那時候我當下 他講一次 他第二次又約我 說 欸我們真的要推一個計劃 然後 呃 你真的來幫我看一下 然後 他就講了一個 當時當中很動揚的文化 那時候 我28歲 我28歲 他說 那個 你就自己算一算 然後心碎碎一趴 哇 你 我不知道 你會夢想是什麼 但我在28歲的時候 遇到有一個 有一個 呃 他那時候大概 三十幾四十歲的 一個 創業家 跑過來跟我講說 欸你去幫我 東京開分公司 然後心碎碎 然後我就覺得 哇靠 啊 這個 這個好像 我想 做管理 我的目的是做管理 今天他 他給我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我是不是一定要去念MBA 當下我就動揚了 然後我就去跑 跑去找我們馬上的老闆 安城 他也是我之前的老闆 我們就去理 我說欸 我收到這樣的一個機會 然後 他自己現在是說 他當初 知道我去找他的時候 他就是 我就是想去 他說好 那你去 那過了兩個禮拜 他也打電話給我 他說欸 你既然不去念MBA 如果你要去念MBA 我就讓你去念MBA 你不去念MBA 那你不如留下來跟我床 就跟他一直床也一樣 那 那 後來的結果就是 我去了那間公司 也幫他去做了整體公司的策略分析 那給他一個建議 當然 後來就沒有去東京了 因為不然就不會坐在這裡 後來 後來沒有去東京 也挽聚他的機會 那我就跟 這個 安城這邊 然後去思考 然後整個HM 然後需要找什麼樣的人 然後需要 做什麼樣的事情 最後玩好事情 那我講這個故事是 第三個我會講給各位 就是大家在講創業 大家都把創業做 視為一個創造的活動 遵求夢想的活動 我剛剛在跟 挺多人在講 我認為的創業是 重點是那個意 不是那個創 創意到做 大家都覺得是創 可是我覺得是意 為什麼是意 也是一種承擔跟責任 就是 當我們今天創業之後 我們公司現在已經有15個人 我每一個月要 光顧這些薪酬 就要付掉 大概七八十萬 可能更多 就是 然後付出金什麼 一百萬 每天你要錢出去 只要錢一百萬出去 錢一百萬出去 錢一百萬出去 然後 你去找 投資人 你可能要 你剛剛要的是 我希望你來投資我 請你拿三千萬 五千萬 零億來投資我 那這些人 在看你 要不要投資給你的時候 其實他看的事情是 你有沒有辦法 替他承擔 這件事情 連公司所有的團隊 又在看你的老闆說 你能不能帶領他們 走向更好的公司的未來 所以 我覺得在創業 今天我要來談創業的 最後一個點就是 我希望大家 你知道你三十歲 要做什麼 你知道你確立 你的人生價值觀之後 你開始培養 你可以被人家 賦予重任的能力 這個能力可能是各種 第一 你可能是你的技術 第二 你可能是你的口差 第三 你可能是你的管理 那 最後我相信 其實剛剛有個人講說 找天使投資人跟拜神 一樣困難 我覺得沒有那麼困難 就是 以現在公司的規模來講 是 每個創投都希望拿起來投資 那只是 投資愛學武 只是我要選哪一個 哪一個 我覺得比較好 我覺得是 當 作為一個 想必自想創業的人 或是你們是未來的創業家 我真的可以 我希望 比剛剛那三點 可以真的可以幫助到 那 最後 其實我有一個 人生的座右銘 我跟大家分享 他可能是一個很 吊廚包很古老 但是我真的很相信這件事情 就是 孟子有說 我天將將大任於私人 必先苦其心智 勞其心 惡其心 恐拔其身 幸福亂其所為 而後爭一其所困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真的有道理 因為 聽說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這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 就是大家如果有問題 因為我發現他沒有評分按到我 所以我也不知道時間 所以我們要一直講 對 那如果 大家有 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 有什麼心得 想跟我一起討論的 我覺得我來這邊也是學習 我真的學習很多 尤其剛剛 前面四位 其實你們的 Presentation 都把我每一個部分 有想要沾到的 都有掌蓋到 那只是想說 對 用這樣一個方式 來跟大家談談 很聊聊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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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